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浙江的一座大山里 来看一下这七人刘伯温的墓 这仿街传说,它是前之万年,后之万年 还把它比作这张良诸葛亮 它在那是位于浙江温州的文城县 在这有一座庙 在这里的室中都是围山 不知道上面的路是为什么情况 虽然我们把车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一座庙还是比较的古朴 大名之上还是有镜子 刘济自博温大名的陈一博 他是帮助太子皇帝专章定天下的功臣 开国功臣 这里的文城县也就是唯一以前他的故里 清闲县 相传他所在的地方是有九十山脉的延伸致 所以他也被誉为九龙抢猪 刘伯温他是那种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修身自国 包括风水他也懂得全能先生 前面就是为他的墓 在当时这南京的明孝林 包括山东的鲁王猪坛 他们的定学都是为这刘伯温所看 刘济墓从这所上 在以前所看到的这里呢 就是为这刘伯温他的墓 现在是被保护了起来 扯上了很多网 我们走进去看 在这里正中就是为他的墓碑 放大看一看 刘济墓 他现在也是浙江的重点文武保护单位 在这里上了锁 我们只能在这个外面锁看 这块碑呢 看他的一个橙色 应该也是为这以前的古迹 但是我们不能离近去看一下 他上面的设计是什么样子 还有他这里两匹马 是我们以前在其他的明代墓 是没有见到的这种造型 像腾飞式 这么看造型不像为当时的原武 相传的这块地方就是为他自己亲自所选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普通 我们看到很多这明代的开国工程 像长运村 还有虚达 他们目前也都非常的灰红 包括很多实像生都保存下来 但是在这里是只看到两块墓碑 如果没有这两块碑 我们也很难想象 这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七人刘伯温他的墓 并没有任何实像保留下来 面前还有一些水田 安徽的套河墓 贵账故里之后是修建的非常庞大 他呢也是为贵账故里 这赚账呢是杀了很多开国工程 他虽然没有被杀 但是活得也是小心翼翼 因为他是太过聪明 这明天的海剧 所以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 刘伯温 说上诸葛亮这么聪明 也只是让刘伯三分天下 相传的 在他去世之前 他安排了自己的墓地 他儿子呢为了表示自己的孝水 就提前把墓地修得是特别的豪华壮观 是用了很多大失礼的 但是刘伯温看后是非常不高兴 因为墓制的墓 上面一个草子头 下面是一个土 他离不开这个土地 如果全部气场调湿 就失去了这个灵气 所以最后就全部改 以土覆灭 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传说 到底是真为 我们也是无从考证 但是刘伯温 他确实是一个选位子 选宝的一个好手 他当时从南京回来之后 没多久就病逝了 四号为成 这也是他和他的两位夫人的一座合葬墓 在清代也是有过重修 看这里整体形式是特别棒 风光秀丽 三世环绕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刘姬 刘伯维母 下次明镜 再见